好 那可以看到我拿出一個虱目魚肚喔 然後就把這個虱目魚肚 小小的 從中間剖開 然後有一個地方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這一塊都是阿嬤在吃 這都是我在吃 就是台南人 這裡有一個骨頭 但是我捨不得 把這個丟掉 我捨不得把它丟掉 然後我就會把它 切下來 這個地方 那可以看到我先把魚條 然後我另外一鍋 已經在煮水了 這個 好把這些魚柳 魚肚喔 切成條 然後放 少許的 米酒魚露 鹽都可以 米酒 一點米酒 好 再來一點點魚露 好 就這樣子把它稍微的 醃一下 用鹽也是可以的 因為魚漿是會有味道的 好 然後醃好之後呢 醃好之後就在這裡面 加一點點的麵粉 這個麵粉是戒指 好就是先醃 好然後一湯匙 多一點點的這個 麵粉 好 然後再來就是魚漿 好冷凍庫拿起來 不要用手去握它喔 不然會黏你的手 好 那個半包是私木魚漿 這個半包是鬼頭刀的 魚漿 就這樣子 好 然後用筷子 就半包半包 就有魚漿就OK 好然後就 不要用手喔 好然後這個等會我們水滾 就可以浮那個魚羹 那煮魚羹的話 水滾了 水滾了 我們就來下這個魚羹 來 那先把這個水 維持小火 好 那我呢 這裡 好 好 然後這個就放一點點的油 什麼油 都沒關係 因為我這個 好 然後呢 現在就手沾一點點的油跟水 鍋子滾了 水滾了 就把它 放那個什麼 只要 好 母火就好了 好 好 這個就是有魚骨頭的那一個 讓它魚骨頭露出來 好 然後可以看到我現在就在抓這個魚柳跟魚漿 好 我只有維持母火 吼 再 泡著 才不會把那個 魚肉煮到 沒有丁 魚 現在這個魚漿就是每一個魚漿裡面都很確實的包了一個魚肉 好 那你们看我们刚刚切那个鱼啊 你到时候就会觉得那个鱼很大块 它很有口感 所以不要一个鱼切没有十块 就是要多切一点 就只要一条肉丝鱼丝这样子 好 滚了 这个就是圆汤 这个就是丝木鱼羹 煮肉羹 煮完鱼羹就要煮肉羹 然后这个汤 刘法你们喜欢喝清湯还是勾芡 然后现在我就在这个鱼丸的汤水里面 稍微的试一下味道 好吃耶 稍微一点芡 一点芡 盐 要有咸味 好 好 再来要有点糖 嗯 丝木鱼羹要有点糖 而且那个糖还不是只有一点点 好 我放一点鱼露 留把鱼露 好 吃一下味道 好 清湯也可以啦 然后这个也可以 好 盐 这样可以 然后来 放一半清湯 好了 这个 一半清湯 等我 妈妈 撈一半清湯 撈一半清湯 然后撈一半 勾芡 一半 清湯只要加那个芹菜 就 姜丝跟芹菜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煮一半羹的 好 煮一碗鱼 食物鱼羹 好不好 地瓜粉 然后 它要浓一点 我用一点点的日本菜白粉 混在里面 好 滚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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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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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 先煮一碗 好 还有 姜丝 好 然后 关火 姜丝多一点 再来 黑丑 然后这微波没问题哦 好 还有 胡椒粉 欸 香菜 就这样 有肉的 鱼羹 等会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再微波 好 这个丝木鱼羹 好 好